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OK 跟著寫啦 跟著寫啦 好好學習啊 你知道為什麼會畫這條心直線嗎? 原因很簡單 同學這個是1 對不對 看這裡 看這裡 來這個點 哈囉 請問同學這個點它的y座標是誰 x如果帶1 你看x如果帶1 a的一次方是誰 a的一次方是g 來再一次再一次 x如果帶1的話 y等於a的一次方 所以是誰 a 你的y座標就是a 這個高度是不是a 有看到嗎? 然後你再看這個紅色的 x如果帶1 b的一次方是誰 是不是b 所以你這樣對過來 對過來y軸 這個是不是b 你用圖形就可以看得出來 來這個是誰呢? 請看喔 他們通過這個定點 這個定點是不是叫做0度.1 這個高度是1嘛 所以其實你從這個圖形就看得出來 請問你b是比a大 然後a是比1大 從這裡就可以比大小 我先教你這兩招 有更厲害的以後 我再教你 有更厲害的 但是你現在先學這兩招 我再講一次喔 第一個是怎麼樣 用逆時針旋轉 底速會變大的這個概念 去判斷 第二個就是畫千直線 s等於1 知道嗎? 問題 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就太好了 來請你翻到課本 隔壁77頁 來 那個指引幫我拍這邊 我們現在要畫另外一個圖 77頁下面那個隨堂練習 這邊有空白 來我們要畫三個圖喔 我們現在要考慮底速在0跟1之間 所以我畫三個圖讓你比較 來 來我們現在要畫另外一種類型的圖 底速在0跟1之間 欸跟著我一起畫吧 來我們一樣把這個表格畫上去 快點我等你喔 我們要把這個圖畫完 我們這節課才能結束喔 時間有限喔 OK 這個圖畫 很短的 揍 muitas 然後再影片呢 按一下 大家的認真 這個包裝 熟悉 差不多 也可能 變成 這個部分 按著 這部 完成 是 可以了嗎 我們要準備畫圖囉 來 那個同學跟著我一起好不好 如果底速在0跟1之間 我們一樣瞄點喔 來 我們看這邊 請問你 這裡有三個東西 後面的男生不要聊天啊 真的會嗎 請你告訴我 這些格子裡面 你要注意哪一個數字最容易找出來 0 注意喔 這個是最容易找的 所以你要發現這些圖形 它的共同特徵就是會通過0到1 來 2分之1的0次方是1 3分之1的0次方也是1 4分之1的0次方也是1 來 那我問你 2分之1的-2次方是誰 哇 高一數學 誰誰誰 2分之1的-2次方是誰 欸 不太確定欸 4嘛 2分之1的-1次方是誰 2 2分之1的1次方是2分之1 2分之1的平方是多少 4分之1 來 我們把它全部寫出來 3分之1的-2次方 9 3分之1的-1次方 3 3分之1的一次方 3分之1 3分之1的平方 9分之1 對吧 4分之1的-2次方 16 4分之1的-1次方 4 4分之1的一次方 4分之1 4分之1的平方 16分之1 來 有沒有問題 秒點很基本 很重要 高中其實還是在秒點 對不對 喔 就是秒點喔 秒幾個點 然後秒更多點 然後把它連起來 三種不同顏色的筆喔 來 我準備一下喔 畫給你看喔 第一個我用黃色的 來 我們先來畫y等於2分之1的s次方 來 它通過0.1 把它mark出來 0.1在這裡 來 它通過s等於1y的高度是2分之1 哇靠 高度2分之1 大概這麼高 對不對 然後再來 2的時候是4分之1 哇 4分之1更低喔 對不對 更低了 4分之1 更接近 x 走 來 負1的時候是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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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同意你知道它圖畫出來長什麼樣啊 圖畫出來是這樣 哇喔 你要畫準一點喔 畫出來 這個叫y等於2分之1s次方的圖形 這樣教可以吧 應該沒有人聽不懂 對不對 來 3分之1的 一樣通過01 來 負1的時候3分之1 3分之1比2分之1更怎麼樣 再更低一點嘛 對不對 然後9分之1比4分之1 再更低一點 更接近一走 那負1的話它是3 負1的話是3 在這裡 我看一下喔 然後負2的話是9 哇 9已經是比較上面了 對不對 所以來 這個畫出來大概是這樣的感覺 大概是這樣的感覺 大概是這樣的感覺 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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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來 這個紅色的是誰 紅色的是y等於3分之1s次方的圖 哇 再來畫4分之1s次方的圖 一樣通過0.1 來 1的話是4分之1 欸 4分之1比2分之1 3分之1還要再更小 所以它更貼近s走 哇 這個幾乎快畫不出來 對不對 然後16分之1 哇 這個我沒辦法 這太靠近了 對不對 來 4跟16 來這裡 負1的時候是4黑 1 2 3 4 4在哪裡 4在 我靠 1 2 3 4 總覺得我畫得不太準 但沒有關係 2負2的話是16 16太高了啦 所以它畫出來的感覺應該有一點像這樣 欸 你的圖要自己畫準喔 我這個畫得實在有點locker 大概是這樣 大概是這樣 來 這個是藍色的y 等於4分之1s次方的圖 課本有格子給你 你用格子去畫應該會蠻漂亮的 你的圖應該會蠻漂亮的 比我漂亮多了吧 對吧 來 我們來看喔 欸 所有人看好這邊 底數在0跟1之間 有什麼特徵 來 第一個我問你喔 第一個特徵有沒有變 沒有變 他們還是過01啊 01在哪裡 01在這裡啊 0到01在這裡啊 所以第一個特徵是一樣的喔 來 那我問你 這個圖形有沒有都在X軸子上 有沒有橫正 有 所以不管你底數比1大 還是你的底數在0跟1之間 你的圖形都是很正喔 這個是共同特徵 跟你的底數是誰沒有關係 這樣好不好 來 第三個 請問你 它是不是以A軸為接近線 對啊 你看嘛 你有沒有看到 越來越靠近A軸 越來越靠近A軸 這個黃色 紅色跟藍色 是不是都越來越靠近A軸 逐漸靠近A軸 A軸就拉接近線 欸 這三個是共同特徵 但是第四個就不一樣喔 請問你 當你的底數在0跟1之間的時候 根據你剛才描點的結果 它的圖形是右上升嗎 往右的話 剛才是上升 現在往右的話應該是怎麼樣 下降 寫下降好不好 這叫右下降 來這邊改一下 我建議你重寫一次啦 右下降 那右下降我們就不能叫地增 我們叫什麼 地減 對 地減 很好 來 右下降這個叫地減 結果不叫地增喔 好 那請問你 地減是什麼意思 S越大 Y或越怎麼樣 小 很好 沒有錯 對不對 這個就地減的概念 OK 所以就這裡不一樣 然後最後一個 在我下課前 我要跟你講清楚 請問你喔 逆時針旋轉 底速有沒有變大 看我看我 逆時針旋轉 底速有沒有變大 有 有嗎 你看這邊 逆時針旋轉 看到這裡喔 藍色是不是變紅色 紅色是不是變黃色 來四分之一 變三分之一 三分之一變二分之一 請問你變大還是變小 變大吧 對不對 那這邊是不是也一樣 逆時針旋轉 逆時針旋轉 藍色變紅色 紅色變黃色 這樣你聽懂嗎 你用顏色來區分 所以這個性質也是對的喔 逆時針旋轉 感覺上你把它轉一下對不對 以這個點當作旋轉中心 把它轉一下 在轉的過程裡面 比數會變大 這樣好不好 這是解題很好用的一個工具 但是我要再重生一次 並不是說 你把藍色的逆時針旋轉 就會跟紅色的重疊 其實並沒有這回事喔 這只是幫助你記憶而已 這樣搞嗎 好 我已經盡力了 我盡量講完進度 來 謝謝各位同學 Thank you 謝謝 謝謝